我来一整天了 吃点东西 泡芙 凑合吃 我觉得只有这个 好吃哦 你反应这么大干吗 嘴角沾到奶油了 那 我还有事 我就分走了 你反应这么大干吗 嘴角沾到奶油了 应该是我想多了吧 你这什么态度啊 什么脸啊 我来你这吃个饭 你就不能假装开心一下吗 这别说假装了 你这态度表达得很明确了啊 刚才晃了那事 晃神就这样 晃神 为什么 你跟陆静吵架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谁的错误 怎么起来了 不是 你一下问这么多个问题 我要回答哪一个 按顺序回答 你下班了不回家 你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你这什么态度 舅舅来看外甥女儿 需要理由吗 你爸不是来找我还钱呢吧 也可以 我最近 不不不 晃神 谁啊 这么晚的 谁啊 怎么是你啊 我昨天看你走得匆忙 我怕我做错了什么 惹你误会 赶紧过来赔礼道歉 没有 昨天刚好家里有急事 我就先赶回来 真的 没有生气吗 没有生气 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奶奶 谁啊 小舅舅 是我 昨天我看是男 特别爱吃泡芙 今天特意买来送了 小舅舅要不要尝一尝 别叫得那么亲 坐坐坐吧 坐吧 吃饭了吗 不用 我吃过了 坐吧 坐吧 前两天你们俩才见过面 怎么昨天又见面呀 小陆总 你这么爱找我们家奶奶呀 小舅舅放心 昨天是男职去我那儿玩 放心 我当然放心了 我们家奶奶呀 从小就爱串门 我们那美食街的老邻居 没有一个他没去过的 我对他太放心了 倒是你啊他 您有这么记对我的吗 好 我不说你 我说你 小陆总 谁呀这大半夜的哟 您的快递 是我的快递 我去看 请您称一下字 谢谢 给你的 给你的 什么呀 打开看看 这是车 老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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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车 车可溜了 这 你先吃饭 一会儿我帮你装 不用不用 我自己可以 是吗 昨天不知道是谁 把我的杯子都给撞倒了 我都说了会陪给你的 你还在那儿说 你们 这么长时间 我去 泽南 我在南南这儿呢 医院 你怎么了 好 你别着急啊 马上过去 南南 泽南急剩常语员在医院 我赶紧去看看他 赶紧去 赶紧去 小陆总 你也没事咋俩回去啊 这大半夜在一个女孩家 不合适 请小焦就放心 张二让我就走 陆总 小心啊 知道了 马大盖 我帮你 你开错了 我可以 你要先拆这个 我先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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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一下 南南什么样的男孩 姓陆 你认识吗 陆征 对 就是这个名字 他是我弟弟 怎么了 我刚刚在那门下 碰到这个男孩了 而且据我所知 最近南南一直跟这个男孩 玩在一起 我先拆这个 好 好的 谢谢 我来帮你 这个应该装在这儿 到时候这车多少钱 你微信发我 转给你啊 好啊 喂 喂 楠楠 在家呢 在家呀 怎么了 一个人呀 对啊 自己一个人 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想听听你的声音 嗯 那你多久回来呀 过两天 手头上还有一些 棘手的事要处理 所以 还有两三天啊 那好吧 那你注意身体 那我先帮你 拜拜 拜拜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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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